一向霸氣外露的行政院院長 蘇珍昌難道公然在國會一堂 羞辱霸凌女立委嗎 這個事件引起的關注並不是很多 不過我們先來還原現場 讓大家一起來評評理 院長你有沒有覺得你很像那個 那種一些那種像什麼渣男那種 那個女的一直問說你愛不愛我 你說我為你做A B C D 做這麼多 然後你能不能保證 你說你不敢保證 我不是渣男渣男這個不好 你大概常常在什麼渣男想那個東西 我常常在想 好 其實這個原文因為他太長了 所以我們家弟弟剪得比較短 陳宇珍是在質詢蘇珍昌說 現在都說缺水 現在台灣有缺水的危機大家知道 尤其是我們科學園區這邊 這一帶你的這個高科技產業 如果缺水就完蛋了 所以大家會擔心連外媒都在關心 所以陳宇珍有問這個蘇珍昌說 你可以保證嗎 60天之內這個不會缺水 我們的尤其是這些高科技的產業 都是很OK的 他就說我不能保證 他說你這樣子很像渣男 他就講說 你大概常常在想那個東西 這個語意其實有一點不明 有一些女生 其實我們為什麼會講這一題 你是很多女生跟我講說 淺子我覺得那個感覺上 很不好 有一點很不舒服的感覺 一般聽當然我們這樣來判斷 就以現在兩性平等 大家都會很謹慎 可是這個事件沒有辦法 就是說大家有共鳴 第一個當下陳宇珍並沒有說 他覺得不舒服 院長你不應該這樣回覆我 因為委員跟院長 或是議員跟市長 在執行工坊之間 有時候相互之間 他們本來私底下也都有一些互動 所以像這個事件 我就不會苛責蘇貞昌 就是說你當下那種惡意 哥哥 我跟你講 我們要還原一下 因為陳宇珍其實比較老實 你聽我講 就是說 他是有問他說 院長 然後陳宇珍跳掉 對 他講說你的ABCD 他都一直跳掉 一直跳掉 但是他當下 他才說你是渣男 當下那個惡意 陳宇珍如果停下來說 院長你要跟我道歉 這個事件就不一樣了 所以沒有 我沒有這樣想要 他是在針對 在關心水的問題 所以他也一死也沒想那麼多 所以其實水的問題有沒有嚴重 當然很嚴重 院長能不能保證 當然他可以保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工業不會缺水 是 其實 最後一定會叫農民 叫鳳梨吞 對 就是水到什麼 你們就不要再淹 因為我們的農業用水是最大的 是 佔的比例最高 所以農業 我給錢就好 那我的台積電護國神山 跟這個護國院長一樣 所以沒有護國院長不能受傷 那以後在打詢的時候 應該要避免這種歧視性的 羞辱性的語言 不然這是一個起了一個 最差的一個示範 是 因為我們現場來賓都是男生 我覺得這議題 真的性別意識的議題 有時候男生聽到 跟女生的感受 真的不一樣 而且我們必須講 裕正委員他真的比較老實 比較撈醒 真的你看 他一直問蘇院長說 你要保證 或者是我問你怎麼樣怎麼樣 你要不要回答 你要不要回答 他都一直很巧妙的閃躲 蘇院長他很厲害的 他很靈活的閃 左閃右閃 所以最後 陳雲甄有一點點被逼到 才說 女院長你這樣真的 很像人家講的 那個什麼渣男的行為 大家聽到了蘇院長的回答 才說 我不是渣男 你不要說我渣男 你是不是 你大概常常在想那個東西 我覺得這是很不舒服的 對女權來說 對女性來說 非常不受尊重 你有女兒嗎 我有女兒 我還有兩個都女兒 所以我說 其實蘇院長這個事情 如果是對一個已婚女性來講 她的另一半要抗議 對 你大概每天都在想的那個渣男 那不就這邊我是渣男 我的太太在立法院質詢 質詢說你每天在想那個渣男 那先生不變渣男 其實我覺得 其實蘇貞昌有幾個疑點 我要跟他講 擔任一個行政院長 你對於整個行政院的願務推展 等於說是整個國家經濟 所有事情的火車頭 你任何事情 你就算不專精 你不能不知道 你說工業會不會缺水 你當個院長會不知道嗎 你就算不知道水從哪裡來 你就算不知道從哪裡去飲水 要鳳梨吞還是要橘子吞 水要缺的由誰來吞 你就算不知道 你至少知道工業不會缺水 可是可怕在這裡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知道按照蘇貞昌的更新 他早就回覆了 所以他其實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他如果知道的話 他馬上就回覆 而且還會很用力的打你的臉 委員 你真的很好笑 告訴你工業不會缺水 從來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大家不要把行政院長蘇貞昌 看成很進入狀況 你叫他閃躲 叫他躲 講理由 叫他做一些梗圖 他會 你真的叫他講 國家的大政施政方針 我告訴你 你這不要為難他 他真的不知道 所以說陳昀正問他那個事 是很難的事嗎 我們台灣的工業用水 會不會缺 這樣可不可以給外資 還有所有高科技的產業一個保證 如果蘇貞昌知道 我告訴你他會 牽槍有力的 台國語雙音的回答你 是 他真的不知道 是 我們知道蘇院長 過去的這個行為 這個展現霸氣的這個 教訓別人 很兇的教訓別人 大家還記得嗎 高雄榮總那個院長 被他修理 當他想修理誰的時候 那個人這個皮要繃緊一點 你看在背巡的時候 他多麼的囂張 多麼的沒有禮貌 尤其是年紀比他小的 比較嫩的 你看像是這個蔣萬安 就被他修理了 還有包括你看賴世保 當然他比較老 他的經驗也比較豐富 兩個人互相拍桌子 拍來拍去 拍來拍住 拍去 蘇貞昌院長就是這樣子 一點點都不讓的 我講得比較實在話 蘇貞昌就是一個老奸巨華 老賊頭而已 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正常情況下 你是負責背巡的 你不能反質詢 可能他每次都喜歡反質詢 然後你明明在反質詢 你還說你在回答問題 你根本就沒在回答問題 因為永遠人家問A 你就在答B 你就故意在那邊到處閃躲 那這一次我必須講 陳玉珍委員這個東西 陳玉珍委員 他當下可能沒有想太多 但是你知道嗎 現在的性騷擾事件 是可以越想越不對勁的 你回去想想不對勁 你一樣可以告他 我是主張陳玉珍委員 你要直接去告他 因為這句話的含義到底是什麼 你蘇院長 你敢不敢解釋清楚 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講出來 你一個行政院長做得 像個地皮流氓一樣 你根本就是個老潑皮 在行政院講這種話 在立法院講這種話 你像話嗎 那我也覺得奇怪 范玉珍你死了 你不是女權主義者嗎 人家講成這個樣子 你一點反應都沒有 還是因為他是你家民進黨的 你就當作沒看到 你就立刻嚇掉 你就立刻龍了 是這樣嗎 這個是非常不對勁的 我很想問問那個雞排妹 你聽到這個東西 你會不會不舒服 這是很正常的 他問你渣男 然後你說你常常在想 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蘇貞昌 非要給我解釋清楚不可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 就算陳玉珍委員不出頭 國民黨都要幫他出頭 他是你們同黨的委員 那我再來講 蘇貞昌院長 對 他不是海龍王 他當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下雨 可是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我們是有對策的 國家我們預期大概什麼時候 可能比較會有雨 那在雨還沒有來之前 我們是怎麼樣 什麼樣的階段性限水 是農田 哪一個區塊的農田 先限水 再來是不是 如果更嚴重的話 是不是到民生 民生用水也要限制住 其實去年我們就已經在限水了 不是嗎 很多田就已經叫它休耕了 不就是因為乾旱的關係嗎 那現在極端氣候越來越惡劣 你行政院長已經當了好幾年了 你到底有沒有一個對策委員會 專門去應付這個天后異變的問題 你到底做了沒有 因為我只知道蘇貞昌上台之後 把過去例行所有的會議 全部都停掉 然後連兩三年前停的也都說 因為防疫的關係 這人根本懶惰得很 每天就在耍嘴皮子 每天主要做圖 什麼事情都不會幹 然後現在基本上就跟渣男一樣 還是跟老婆平息的渣男 我真的覺得陳醫生委員 你這個事情絕對不能這樣 隨隨便便放過他 我也希望國民黨你們用力一點 這種東西 你能夠如果讓這種人 繼續在立白院跟你們這樣 囂張下去 以後國會就變成菜市場 就變流氓的天下 是 我覺得聽這個 兵哥罵人真的是很開心 很爽 因為他真的是罵到的重點 其實不是罵 就是他把問題的核心 真的點出來了 這件事情 當場我覺得陳醫生委員 就像我們比較老實 他就笑一笑就過去了 可是你真的回去越想越不對 甚至我們把這個 整個現場還原之後 你真的覺得這個 已經是到了性騷擾的地步了 陳醫生委員當場沒有想到 他現在想到了 國民黨要做一點事情 包括你可以看到 陳醫生真的很辛苦 因為這件事情 網友沒有去出征蘇貞昌 直接來出征陳醫生 就是說你看 你這個停不停水下不下雨 你當沖沖沖是海龍王嗎 你承諾不成就是渣男 拜拜要成心 不要罵男人 所有性別不正確 通通都出現在 這一些留言裡面了 陳醫生真的要搜證 來去告 是不是 這如果網友再去跟陳醫院這樣做 這就比較惡筋了 你不建議擁委 停一個路性受委屈的 就已經參詩了 你還要停這個 三泡兩泡的 去那裡這樣有嗎 這說不夠 但是因為 兩性平安民進黨是 不管是在發的 我告訴你 我們稍微看一個怎樣的 說不定 他就是要刺 要怕 你對路性不尊重 你誤化女性 你怎麼說這句話就不會這樣 如果這個兩個顛倒過來 國民黨對民進黨顛倒過來 很慘 會被罵死 我過去也是不去讓我們這樣堆殺過 現在最好 如果他說這句話 比我比較嚴重有夠多 所以 金本雄就是兩套標準一個來 民進黨就是這樣 他們兒子半肥就回家 我們的兒子半肥就說我們回家 就是兩套標準 什麼事都一樣 所以我來說 今天這個事情 翁來善哲情 我本來 我這幾個對蘇晋昌 運昌是怎麼很好 因為他一直定調是檢疫問題 我說如果是檢疫問題 不管蔡英文 因為你蔡英文剛剛余將軍講 洪洪你把它拉成國安問題 不要這樣子 如果兩岸不坐下來談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眼睛睜著看 是大陸在這邊刁難 還是台灣在白目 坐下來談 既然是檢疫 那就針對檢疫 可以處理的 沒那麼困難 要怎麼把戒殼蟲除掉 然後進口 很簡單 如果現在台灣 就偏偏我就不說 反正我就可以操弄政治 我可以得到政治利益 那個時候 就不是渣男可以形容的 好啦